Hello,大家好,我们来看看这个Level 6 呃,昨天,呃,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就公布了他的这个Digital Bank的这个license 呃,这样Level 6呢,身为一个payment gateway 啊,没有拿到,没拿到 这样,之前被很多人捧上天的,好像这个时候啊,就很多人去捧嘛 就全部被套,这边的人全部被套 他现在呢,昨天的消息公布之后 他就跌破了这个52周的新低 之前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直往下掉了 你看他这个200天的均线都一直没有能力突破上去 嗯,应该是已经有一些人 或是有一些内幕的人士都已经知道了 哎,没有希望了啦,ok 所以一直就在出票咯 这样,到周一千希望的股友呢,尤其接票咯 所以现在消息公布了 呃,音乐停了 所以他没拿到 所以下跌也是,呃,一七中 ok 现在已经是跌破了52周新低 呀,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借呢 啊,这个呢,老实讲,你问我的话 要去看他的基本面的 呀,我还是觉得他这个 他这个生意呢 Level,那个PE啊 是超过50的 老实讲啊,这个真的是不行 呀,每一年 每一个quarter赚到两三百万 呀,P50以上 这个我就认为有点太贵啦 这是仗在基本面来讲 呀,所以我一直都是 觉得他是太贵的 呀,技术面来讲呢 现在当然是没有了啦 你看他技术面都是一直往下掉的啊 而且是52周新低 所以可以说呢,仗在基本面 仗在技术面来讲呢 我还是继续看空 呀,当然 你可能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可能是里面的内部人士 你可能知道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的啊,这个 啊,这个当然 你可以继续的去买路 也要继续投资 因为交易呢 就是每一个人买一个人卖嘛 不然的话交易就不会做成 呀,所以这些借票的人 当然是认为 他以后会上来 以后会 主价会升上来 OK OK,so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意见 这个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最要紧是说 你买路 卖出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买 为什么买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去怨天怨人啊 OK P50呢 我还是觉得太贵 OK Technical Analysis 又好像是一直 没有什么 任何买路信号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都是 不用看吧 OK 这个是我的个人意见 并没有任何买卖意见 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如果你觉得不错 你就帮我把这个视频 去share出去吧 把like 当然 如果你要求喝咖啡的话 就做member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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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